sample 哈啰我是Vivion 我们今天来到 设计超美的超美设计师 马斯设计肉依的家 嗨 大家好我是肉依 耶今天终于我期待肉依的家超久 我想这个仙女的家一定也很仙 然后有各式各样那种经验的设计 那我们就请肉依帮我们介绍 好喔 首先现在这是我们家的玄关嘛 为什么要留这一格 因为呢现在我们就是疫情 就是大家的口罩 跟我们这个就是那种酒精枪 已经成为人生必备了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会留一格 来放置这些东西 那另外呢我们家鞋柜的部分 我们是坐上下这边 原先啦我是想说一半给我先生就好了 可是他还蛮不要脸的 他就把全部给他放满 所以现在这一柜的话 就是剩我跟我儿子的地方 不过因为我们有为了就是怕鞋子会潮湿 所以就有在隔站的部分 有做一些镂空的设计 所以呢这样的话鞋子 比较不会潮湿 然后也比较不会有异味一直在里面 那下面的话呢 选空就是让客人放放拖鞋啊 放放鞋子的地方 那接下来这台大家都不用讲了吧 LG电子衣柜 在你们的频道应该也出现很多次了 有我的梦幻仪柜 这反正主要就是拿来消毒东西的 然后还有我儿子的书包 大家都知道小朋友的东西最脏了 所以小朋友的东西回来 我也都会丢在里面做消毒的部分 好这是我们家玄关 然后再来我们就来要客厅 那选择这边的原因啊 是因为我先生想要再生一个小孩 那我们家不够住 所以一定要有三房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更大的房子 不过我们对房屋的要求 其实都不太一样 个人喜好不同 其实我是从小就住在有view的房子 我妈妈选的都是 所以我就要求一定要有绿意 我不喜欢那种被夹在里面啊 看到别人大楼啊 跟人家对看那样 就算真的是那样 那也要动距很远 是 所以我们这边刚好就是前面有绿意 后面动距很远 好这是我符合我第一个需求 第二个当然就是 因为已经在找新房子了 我从公寓换过来嘛 希望不要再跑好地去 所以我们就要找电梯 但是又要公寓比低的 我们就找到滑下的这种形式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 当然要找也要找 交通稍微有点方便的 就是万一要坐捷运的话 或小孩未来上下学 他能够自己坐捷运回来 那时候我们就找到一个捷运附近的 离三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的 而且我看到你这边客厅有一些纸宅 是你特意去放在这边的吗 对 因为其实每个房子都有点点小缺点 是 然后但你把它往好处想 就也不是缺点啦 所以这边有一点点 其实有一点点的入虫 那一般人他们就喜欢挂什么八卦镜啊 所以是 是不会用去八卦镜出现在我家的好吗 所以 我们就是 就我妈妈有 传承一些古董给我 就像帽啊这些 那我刚好希望说这些东西 它不要只是古董 就放置在那边 好像高高在上 才要 可以 为我使用 是是是 所以它就要当我的这个 就是当盆景 那这些树也是 我不一定是全部买来的 有些是在我们办公室就有养殖的 养残的 对对对对所以跟他们有感情 想说可以移植在我家 就看姿态啊 就养一养就觉得这个姿态 可以升到我客厅还不错 就把它拿过来了 顺便挡路冲 外用然后又没关 对啊 而且我会要求我只要去浇水之类的 就是植物跟动物在我家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房子里面 不管你装潢有多高级 里面都要带一点有生命力的东西 然后顺便教育小孩 因为我希望说 我们这边 其实是三房 然后再加一个隔开 但是没有隔间的书房 所以算三加一 硬要说的话 对对对 然后两个卫浴 那这边公区的领域 我们就是分出来 我希望可以跟小孩跟朋友聚会 或者是活动都可以在这一个区域 所以我希望这区要保留大一点 对 所以我这边的地板就是用那个海岛 海岛的木地板 最后来我们家是 不用穿袜子也可以不用穿鞋 就是很舒服这样 对省掉脱鞋这种麻烦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这边天地壁啊 就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我在工领域都有用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像是墙壁的画跟天花板 我们是用涂料 那涂料应该要节省我们家金主的 这个控制预算 对控制预算 我就跟师傅自己涂一涂这样 有有这个上面有些都有那个手做的感觉 反正更有生命力 希望大家还是要给专业的师傅做 只是我自己抱持了那个 就是知道什么研究的精神 我们就有精神试试看 对对对对我要先试试看啊 来来来来 坐这儿坐这儿 好来 乖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2号 你看哦 好 欸哈哈哈哈哈哈 女人又吓一跳 对我们家的沙发呢 它是可以伸超长 大概延伸到往外30公斤 难怪我刚刚其实想要问你说 你沙发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因为我平常都要这样 直接躺着 躺着看电视 所以我们家电视都那么低啊 很舒服 对对对 所以这边 这边主要是因为 我刚刚有说嘛 客厅想要留给小孩去活动 所以我也不能放一个 独立型的L型沙发 或者是放个脚椅 其实都不方便 会很卡 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延伸 而且它可以 也可以直接 只收一座回去 拜拜 这样像我登讲一样 对 这个沙发我觉得很苦 是不是它可以三个单独 三段它就可以单独 都单独收放这样 就是我有一些 可能公婆来啊 朋友来啊 要招待的时候 我们餐桌是可以延伸的 然后它就这样子 因为一般延伸餐桌不是什么 还要拿起来在那边 摆板子 对对对 要摆板子 或者是很重 这个完全没有的问题 它就是这样 我就很轻松 然后就可以把它在 合起来就搞定了 这样 而且合起来就那边合就好了 对 那边合就好了 瞬间就可以 瞬间做六到八人 对 然后收起来又可以很省空间 对 我超喜欢这餐桌 这边是汉华的那个 薄板砖 然后这块我很喜欢 然后就是 呃 它的纹路 蛮漂亮的 尖片刚刚的纹路很美 对啊 是不是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薄板砖是什么 其实蛮多 他们比较不知道怎么用 就是正确使用 就是可能 其实你全家都可以用啊 就是你想贴地板 天画板都没有问题 对 而且我们这个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特色 它是有一点抗菌 就是它表面有抗菌功能 所以其实你直接切材 什么都很安心 是可以直接切材的吗 可以啦 如果你看你的贴法可以 不要剁机就好 因为像能造石 有时候会稍微容易刮上 所以像那种 就是不会用到刀具的东西 我就 性质不一样 对对对 像这种重点厨房啊 要好整理啊 好清洁 所以还是要用剥板线 而且你的色系 跟你的整体的家里 都是很一致的 对 颜色都是暖色的 就比较暖色调浅色系 嗯 然后 这边我是那边洗稳稳 之后 就会把它放在这边烘干 因为以前的那种 应该是说那叫什么 那种 红碗 红碗基 其实它的高度就是只有这样 对 所以它上面就浪费了 因为在高年拿不到 然后它这个是用成这样 所以它就有做双层 然后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这样子 这是你定制的吗 它有这个机器 哦 这个是台湾制的 有在卖 那日本制就 蛮贵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制 如果大家喜欢 也是可以 考虑有种东西 对 就像说起来这边就很整齐 就不会有一个 对 空碗的在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都收纳 然后柜子啊 里面都放一些就是 A盘啊 哇 我现在来到这一区 好像是一个新的入口的感觉 就是 对 这边是特别设计的吧 对 这是我们家中心点 也就是我们家的柴位 柴位 然后也是最暗的位置 因为我们都把柴光分给大家了 然后它被隔在中间 嗯 所以我这边做的这个玻璃门啊 它是 嗯 它是里面有夹摆墨的 嗯 还是可以穿透一些柴光 还是有光线 对对对 那既然是全家最中心 又是柴位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 你喜欢摆放一些水晶啊 或是 橘子啊 我们就是 早上转出去 然后晚上转回来吐钱 这样子都可以 那上面我是做那个 就是展示柜 展示 因为这边我有做一个镜子 所以我希望反射出来都是好看的 然后剩下还空的地方 就是要再补的 这边呢 下柜我们当然也不能浪费我们的收纳空间 因为毕竟 家里东西还是真的很多 对 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偷懒 所以就是放在全家最中心 这我们家中心点 大家都拿得到 然后它可以分散给补品 补肌给各个地方 那这边会有猫洞 就是 这边有个洞 其实是我们家猫咪要进去上厕所的地方 所以里面会有猫沙 就是这样避免它的沙子就掉出来 对 对 然后还觉得比较有隶私 然后另外这边这一区呢 其实我有做一个镜子 就是女生就需要啊 美镜啊 所以要照一下服装仪容 或者想在这边拍个照 我们家也蛮适合 那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寿陶 就是寿陶长寿的意思 嗯 然后很多籽子啊 希望可以生小孩 那我们家除了很多古董之外 还有很多这种木头啊 树柳啊 就是拿来搭配一下 然后这一根它造型特别 然后其实是在我们以前的那个家的顶楼很久了 它就已经风干很久 所以也不会再长虫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很安心的把它拿来 那它其实原先我是想要把它设计的时候 是想把它放在这边一个造型 是 结果就是师傅跟我创造的美好 因为他要帮我搬的时候 好重的先借我靠一下 然后一靠我就说 诶 可以就放这了 对啊 就这个造型 后来我就为了它设定一个闭灯 就是它是粗糙面跟精致面的一个冲突的美感 冲突的美感 对 对啊晚上的话我就会觉得 诶开这个灯这样 这个很漂亮 那VVM我在这边有设定一个灯条 对 然后它是可以调光的 然后所以到晚上我是可以调暗 然后我通常会保留这盏灯 让我的小孩如果他晚上来找我 或者他想要自己去尿尿的时候 对 他就可以用这盏灯 好小孩房这边的话 其实我就是最主要是有做灯条 就是这边房间是因为小朋友看书 你是需要调一点光源的嘛 对 所以它的房间的灯是可以调光 就是调亮或调暗 对那这边因为它还很小 它才六岁 所以我们 以我的经验 我是觉得我很爱在那边挪动家具 所以我不太适合 暂时不太适合做固定家具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摆设跟 这样的活动家具 它至少应该可以用到 国小毕业 对 对然后之后就可以把这个便宜的翻转床 再把它重新组装 变成一般的床 然后这边再做一排柜子 因为我这边有梁嘛 所以我预留 我这边只要做一整排柜子跟书柜 可以放更多书更多衣 对然后呢 就可以直接再用到国中 那很多家长啊 他们都喜欢直接先把柜子做满嘛 他们觉得说可以用到很久的时间 可是其实你们不要忘记 小朋友他就是阶段性的成长 你要依照他的阶段来设计他的房间 对 不然你就是硬塞一些他用不到的东西给他 所以像现在小朋友 我儿子他是需要安全感的时间 所以他们就是喜欢这种山洞 我现在来到仙女的闺房 主卧室是我们家的大重点 虽然没有很大 但是这边就是 我觉得弄的是我自己觉得蛮舒服的 我喜欢的 那大家有看到我的床很低吗 有 低成这样 是为了让我们家狗狗好上来 狗狗可以上床 狗狗可以上床 然后猫咪也好上来 因为他们老了嘛 所以他们都习惯是跟我睡的 嗯 那这边的话我没有做床头板 嗯 所以就是我就是放四个靠镇 比较像饭店那样 那如果有小小朋友的话 还是建议要做床头板 因为我是希望这边的空间可以更大 嗯 所以就不要 不要让它突出来 虽然我没有更衣室 等我的值班走我可能就有 我就打通 隔壁那一间 我就打通过去 但是呢我是 就是很喜欢 就是这种隔渣的这种 花门的衣柜 但是如果我要做里面的柜体 它的空间又会变得更压缩一点 然后再加上预算也会增加 所以我就在这边就是 里面用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虾皮买买吊杆啊 买买柜子啊放一放这样子 嗯 然后但是我就是把预算都花 在我这个漂亮的石木 石木条的门上 嗯 我们一般 呃其实在设计上 很多我们都会用铝曼曼 对 或者是铝的 然后加玻璃 可是我就觉得 我家我不想要有那么多 就是太现代的东西 我希望它可以扯 朴实一点就是木头的感觉 接触的感觉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说 因为粪管的部分 所以我们整区都是架高的 嗯 所以我们这样床垫直接放上来的时候 就也没有超湿的问题 哦 因为原本就已经架高 对 然后下面也塞满了隔音棉 避免小孩太太的时候 炒到龙下领域 对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是用 编织的PVC底毯 其实拆起来是很舒服的 对很舒服 它看起来很像整整没接缝 对不对 对 其实它是单片单片50 5050公分 哦 直接贴在一起 对它直接贴 所以它施工很容易 但是看起来又没有接缝 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 我只是想秀一下我们家床垫跟风景 有这个床垫 刚刚我有看过它很厉害 对 你好小乐 打开梦幻帘 好的 打开梦幻帘 他刚刚那样很那个欸 对 对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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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自然呈现啦 有的时候 语音这种东西就是 你知道喔 秀斗秀斗 诶 没有这样停止啊打开 好了 打开梦幻帘 哇 这边有一个山景 对 就是我们家的view 其实最重要就是给客厅主卧 还有我的主语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主语 好 你看我们家又出现这个 厕所门也有古董 古董 它是一个瓶子 所以寓意 瓶子吗 太难了 差一点 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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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也都把这些东西运用上去 古董都带有一些注射 对啊 你看我那个 浴镜也是 然后上面这个以前是人家那个 床的那个床镁 喔 对 就我们就把它镶在这个镜子上面 这样 再来就是我们的领域跟浴缸区 哇 梦幻的浴缸 这根本就是在度假吧 这个 对 因为我这个浴缸我就想说 我要准备躺在这边 然后拿着就是我的饮料 然后看窗户 看风景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在这边就是 要还是怕人家 就是会看到我们 所以我们就 我是做驴板烟 然后就用玫瑰金来戴一下 那个感觉 就是它跟那个木头的颜色很搭 地跟壁 都是用汉花纸装 对我们家的 这块纸装真的很漂亮 我那时候 那个IG不是 IPPO东西 对对对 马上某某设计师 就来问我 这个是哪一块 不要学好不好 不要学 对啊 这个瓷砖很好整理耶 而且我们 就是墙面跟外面干去的地面 都是用60 120个 然后在这边做了一个 落手区域 对 然后里面的话 我觉得用大用小都可以 就是看设计师 或者是业主可以自己决定 嗯 那我里面是用小姐的36 是 跟师傅做起来的时候 更好泄水 今天谢谢Vivienne 陪我穿那个 Jazz Co Barbie 我就是想蹭Barbie流量 也谢谢我们的肉姨 帮我们介绍她的超级美 然后就是古典跟现代 一起融合的家 对 谢谢大家 谢谢 下次见 拜拜 拜拜